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美国纽约每日新闻报道 今年8月 美国洛科西德马丁公司前工程师伯伊德·布虚曼在临终前曝光了一组外星人照片 向人们展示了外星人的真实样貌 引起了热议 他还一直坚称自己和来自某星球的外星人保持通话 并称 这些外星人自行分为木马人 偷牛贼两个阵营 据了解 布虚曼此前工作过的美国空军基地51区一直盛传着外星人的传说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近日一种短腿猫蒙翻网络 这种猫叫曼鸡汤猫 这个名字源于传说中的猫城Nirgo 里边有一条仅有10米长的小路叫曼鸡康 从而命名了短腿猫 据悉1991年短腿猫第一次亮相国际爱猫组织的猫展便引起轰动 由于外形可爱 近年来被不断引入到亚洲地区 网友笑称已经被这只猫咪萌化了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